本期我们回到了河南郑州 今天去吃一家有三年历史的郑州老字号胡辣汤 方珠山 这家店的话我去的是新华北街的店 这里我小时候的话比较熟悉 先去排队旭号 胡辣汤都是盛在这种大锅里的话 在郑州地区的话胡辣汤一般是配水煎包使用 这种包子都是现做的 金灿灿的话非常的诱人 真是肉眼可见的好吃 包子都是一出锅就被抢光了 非常受欢迎 这个是真的牛肉胡辣汤 可以看到真的有这个切好的牛肉放在里面 但问题是实在是太辣了 我作为一个从小喝胡辣汤长大的人 真的快被辣哭了 胡辣汤的辣说的是胡椒的辣 那种辣的话它在口腔当中不会特别的强烈 同时又比较暖胃 而辣椒的辣味是一种更强烈的痛觉 喝几口胡辣汤的话口腔里就都是辣味 香味都吃不出来了 我觉得这种味道完全不能代表传统的胡辣汤 小时候吃的话真的没有那么辣 外地的朋友的话还是不推荐这家 牛肉粉条的水煎包底部金黄酥脆 外皮的发面非常松软 牛肉大葱和粉丝混在一起 馅的口感体是粉丝Q弹 牛肉的它这个肥肉的比例控制很完美 然后香味的话也非常棒 我一个人吃了10个真是过瘾 好短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下期我会剪辑扬州早茶的视频 祝大家春节快乐 新的一天全家都健健康康